第16任总统副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的选举 是定于113年的1月13日 共可以投三张选票 包括一张总统副总统选票 一张区域或原住民立法委员选票 另外一张政党票 投票时间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为止 预估选举人数约1950万人 设置17794个投开票所 工作人员将超过20万人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以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在今年的6月9日修正公布 适用在这次总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 包括候选人消极资格规范 竞选广告实名制 身为影音及时处置 以及民意调查发布报道 散布评论或引述规范等 中选会网站也建置 112年选罢法修法专区 整理民众候选人及政党选务人员 应注意规定 让选务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总统副总统选举登记日期将 从112年的11月20日起到24日 候选人可以透过政党推荐或连署方式 申请登记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同一组候选人竞选经费 最高金额是4亿2749万4千元 政党推荐方面 本次选举符合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定 可以推荐候选人的政党 分别是民主进步党 中国国民党 台湾民众党 时代力量等4个政党 依连署的方式 申请登记为候选人 应该从9月13日到17日 申请为总统副总统选举被连署人 18日公告被连署人 19日到11月2日 受理连署书件 11月14日前公告连署结果 至于连署门槛 依选报法规定 连署人数应答最近一次 总统副总统选举 选举人总数1.5% 28万9667人 此外 在国外的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人民 可以申请反国行使 总统副总统选举权 受理的时间 从112年9月12日起到12月4日 申请人在期间内 向他援户籍地乡镇市区 户政事务所办理 将会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超然立场 以积极审慎的态度 办理这次选务工作 也希望所有的民众踊跃投票 体现台湾民主政治